女仆第一天上岗 就被要求伺候传说中的死神公主 本以为公主的性格尖酸刻薄 可没想到光是为了见她 公主就打扮了一个晚上 阿尔玛王国坐落于山间某处 虽然平平无奇国土狭小 却是非不断 国王被卷入两位王妃的掌权夺利中 并因此丧命 最终以二王妃奈尔罗获胜告终 她循序肃清了大王妃的势力 虽然没有国王戒指她不能举办登基点 但私下里她掌管兵权四处征战 因此一直对外宣称自己就是王者 而传说中大王妃的女儿 她是某场叛乱中唯一幸存的幸存者 现在被关在房间里苟言谈喘 大家都在喘 只要和公主说话就会引火上身 因此她也被称为死神公主 所以得知自己要去给人当女巫时 其余人都跑路了 只有她为了钱继续这么做 这天早上扎尔公主又从噩梦中惊醒 刚起床没多久 就遇到了前来报道的女儿 佩妮努力挤出最开朗的笑容 让公主不用见外 有什么事情直接吩咐就好了 随后她开始伺候公主喝茶 看到她竟然毫无防备地喝了下去 佩妮就知道这次任务不会太难 但就在佩妮得意时 突然与公主四目相对 她玩耳一笑 感叹佩妮一看就是老奸俊华的样子 从来没有人这样评价过自己的外貌 公主言外之意是在说她丑吗 佩妮刚想问问要不要她清理房间 公主却叫她坐下 丝毫没有举服观念的佩妮爽快答应 结果再次引起公主哈哈大笑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 主人说坐下就痛快坐下的女服 佩妮觉得自己被当场吼爽了 但没办法她的女服技能是速成的 只能忍气吞声佩和公主打网 佩妮刚准备进入正题 不想公主又拿着她的头发撩起来 还询问她的故乡在哪 佩妮回应自己四海为家 不如还是公主说说自己的事吧 毕竟您的传闻超级有名 公主指着凌乱的房间 说自己昨晚就在期待她的来临 很久没有机会可以让她好好打扮了 她只向乱七八糟的房间提醒佩妮 你是不是该干活了 她本是杀人不眨眼的女王之子 却化身为勤劳善良的女婆 亲自伺候起公主的生活起居 只因不久前她收到王妃的命名 找到查尔公主手里的国王戒指 至于事后该如何处置公主 殿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指示 国王戒指如同国家的王冠 是一国之主的象征 二王妃叛变后除掉了国王和大王妃 这枚戒指本该流入奈尔罗手宫 却意外出现在公主手里 知道这枚戒指长什么样了 就只有已经死去的国王和大神官 所以根本无从大名 因此才会需要佩妮假扮女婆偷戒指 可这么重要的东西公主哪会轻易理她 但佩妮转念一想 公主应该有不少藏起来的钱和珠宝吧 那她就把偷戒指当成最后的任务 然后从这个国家逃走重获自我 但有相处下来佩妮发现 公主虽然老奸巨华 但心地善良 她甚至一直挂念同父一母的弟弟贝尔 两人边走边聊 最后在二王妃书房前的花园 坐下来促细长谈 佩妮被问及为什么入宫时说了真话 她要努力攒很多钱然后去入宫 这是她从小的梦想 没想到公主听后突然喃喃自语 看来你也马上就会离开我了 让佩妮一头雾水 公主应该是想起去世的母亲大王妃了 佩妮觉得自己说错话了 为了安慰她只能说 你要是愿意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吧 心里想着反正她也活不了多久 至少现在要哄一哄她 所以当公主问她会不会保护自己时 她毫不犹豫地低头醒 表示自己的忠诚 却没注意到 二王妃正在书房住室这边 此后公主的生活又恢复成了日常 佩妮早晨来叫公主起床 伺候她在露台上悠闲度过早上后 公主会慢悠悠地享用早午餐 然后摊坐在沙发上用下午茶 这么无聊的一天让佩妮大为震撼 但好在她规律的作息让她有机会调查 几天下来却不见戒指的影子 可公主平时几乎不会出门 戒指应该就在屋内啊 平时她是冷血的女王之子 但私下里她是一身反骨的公主女服 佩妮的战绩包括但不限于 凌晨乱闯食堂 并私闯王妃的书房134次 她原本是想来看看旅行方面的书籍 但到目前为止看的书都和公主有关 今天一大早佩妮就被公主赶了出来 放她自由行动 佩妮自然不会辜负公主的好意 她要玩个够本 但这间书房的内容 佩妮基本都看过 突然眼间发现一本阿贝尔的书 似乎没有印象 刚准备翻出来查看 就听见高跟鞋走近的声音 随后二王妃怒气冲冲地走进屋来 嘴里还在抱怨着国王戒指的事 她的贴身臂女路正准备拉上窗帘 王妃突然提到她觉得佩妮这个人 办事不太稳妥 担心她拿不回国王戒指 路立刻告诉王妃不用担心 哪怕佩妮任务失败 自己也会负责去杀掉公主 将国王戒指带回来 王妃很欣慰 但她也只是说说而已 等外面没动力了 佩妮才敢从窗帘后面探出头来 没想到正好和王妃面对面 她步步紧逼问到事情的进度如何 虽然对她陪扎尔玩没有意见 但任务还是要放在心上 这种压迫感让佩妮觉得烦闷 她实在是太有心情了 为了抓紧时间完成任务得到自由 佩妮从女王的书房离开后 就直奔公主的房间 原本打算把她掐死一了百了 可临到床边她又心乱了 收回来的手只是摸了摸公主的额头 正准备离开室公主突然醒了 抓住佩妮就是一顿质问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但其实佩妮从没想过杀掉公主 只是如果她没能成为女仆的话 王妃就会派其他人来执行任务 到时候公主就生死难料了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 她一路旁门 生怕自己再做出伤害公主的事 本以为这次之后公主不会再定自己了 没想到隔天一大早 佩妮刚打开门就看见一张熟悉的笑脸 女孩只是前天晚上梦游时 掐了公主的脖子 隔天公主竟然主动找上门来 说要和她成为搭档 看着门口突然出现的公主殿下 佩妮一度怀疑自己没睡醒 但公主只是瞥了眼她脏乱的房间 提换个地方聊天 佩妮不知所措地跟在公主后面 现在天都还没亮 公主着急找自己究竟是为什么 想了一路她终于鼓起勇气问出 查尔公主见状也不绕弯子了 她问佩妮你应该听说过物林吧 物林里的路如同迷宫一样素杂 除了少数拥兵外 没人会靠近那个地方 所以待在那的 都是被流放的罪人 随后公主郑重地说道 她有一件事想要委托佩妮 希望她带着自己穿越边境的物林 酬劳是自己拥有的所有珠宝 刚开始佩妮想装傻推脱 没想到查尔公主从胸衣内 拿出一枚戒指向她展示 这正是佩妮在苦苦寻找的国王戒指 但公主是怎么发现自己身份的呢 原来自从政变之后就没人服侍她了 她一直窝在房间里 突然派来一个女伯 她怎么可能不起 再加上外面越来越紧张的局势 无计可施的二王妃一定心急如粉 并开始打起国王戒指的族意 她肯定会派赫赫有名的女王之子来的 而那个人就是佩妮 难道公主就不怕她现在抢戒指 然后杀了她 查尔却说她不会了 因为在这之前她有很多机会 但都没有弄走 既然佩妮说自己只是一个小女人 那公主对她下恋 去做一个国王戒指的验尾 然后带自己去物林 她要离开王国毁掉戒指 因为不管有没有准备戒指 王国都撑不了多久便会复命 到时候拥有国王戒指的人 也会和国家一起走向灭亡 查尔一直都想离开这片伤心地 传说中拥有国王戒指的人 就能拥有整个国家 但没人知道真钝的戒指 藏在假戒指中 真戒指蕴含剧毒 舔一口就会中毒毙命 竟然是国王戒指驻国王自枪的 想到这查尔公主就觉得这东西 必须尽快被毁灭掉 佩妮按公主的指示 将戒指的草图画下来 带到阿尔玛王国公会办公室 提出要定制一枚差不多的戒指 从老板口中得知 由于最近在打仗 稍微有点钱的人都想请个佣兵 带他们离开这里 并且听说王妃要去边境的消息 应该是去边境见伯爵 做最后的谈判 要是这次谈崩了 王国也就彻底完蛋了 现在的王国和帝国附属国一样 因为帝国的阻挠王妃至今没能记得 再过一段时间 想要吞并王国的帝国 肯定不会吝啬对边境伯爵的支援 然后拿皇宫里那些傲慢的家伙开刀 到时候公主恐怕也难以信任 佩妮突然想起 自己如果三天不去伺候 那公主吃什么呢 想到这他赶紧打包了几个三明治 直奔公主的房间 发现他看书看到睡了过去 查尔公主不知道从哪翻出来一个箱子 再看关于物林魔女的童话故事 写得非常逼真 所以他拿来翻翻 希望可以多了解点物林 其实通过王国的路有三条 第一条是王国后方的石山 但是线路险峻一般人都不会选择 第二条是王国正前方的武山 这条路平整安全 但要耗时半个月 才能抵达边境线 第三条就是物林了 只要一周就能抵达边境线 但沿途坚线 他们要去图书馆搜集有关物林的资料 查尔公主准备制作一份简单的物林地图 虽然雇佣兵那也有卖这种东西 但他们提供的地图并不靠谱 拯救在物林中遇险的人 并借此机会乐福 也就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但就在公主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他突然流鼻血了 他明明是这个国家最尊贵的公主 只是在图书馆出现却引人为官 大家将他团团围住小声讨论 传说中的死神公主名不虚传 这天出于好奇 趁着公主沉迷于研究物林时 佩妮来到阿尔玛的肖像馆参观 意外地偶遇了鹿居然演员者 佩妮掩耳盗铃以为对方看不见自己 但还是被当庭拆穿 鹿一见他就开始追问戒指的进度 得知明天王妃就要召见自己 两人不欢而散 主要还是佩妮心虚 回去的路上就开始思考如何回复王妃 总不能说是公主直接拿给他看的吧 远远的他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公主咬牙切齿地问他去哪了 会有什么后果 查尔公主想了想 如果被他拿到戒指的话 那他就能登上王位了 但即便如此 也阻止不了王国即将复命 说完他转身就加快了脚步 佩妮这才意识到周围人都在一路 看来他的确是公主了 不等佩妮听清楚内容 查尔公主抓起他的手腕就走 隔天这种情况仍然存在 虽然他已经里外三层 把自己包裹起来 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认住他的 但对于这些声音 扎尔都选择视若无睹 直到佩妮去二楼帮忙找书时 才发现围观人群 已经将公主团团包围了起来 他赶紧过去询问公主的情况 没想到当事人完全不在意 毕竟她是传闻中的死神公主 普通人会好奇也很正常 佩妮这时才知道 罪魁祸首竟是自己 每天一口一个公主的叫 让人想不知道都很难 查尔公主倒是无所谓 反正过了今天他再也不打算来了 佩妮提议不如把书带回去看 可验证借书身份需要摘掉帽子 眼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公主打算叫佩妮算了 可没想到她已经处理好 搬着书一回头正好推倒了对方 导致公主一个不稳帽子掉了下来 将她彻底公布在大众面前 女孩二十年没出过门 只为保护一枚戒指 不落入他人手中 她被称为死神公主 据说只要和她说几句话就会没命 却没人知道 这个谣言一开始就是错的 世人都以为是二皇妃为了王位 杀害了国王和大王妃 但事实上早在她进入境界事时 他们就已经死了 由于只有她一个公主活了下来 大家才会这样称呼她 从那以后 大家就开始对她避之不及 生怕碰一下自己就会死 却不知道真正导致人死亡的 是蕴含了剧毒的国王戒指 为了避免再有人发生死亡 她一直将戒指藏在自己手里 但随着这个国家即将灭亡 她不能再坐以待毙 将这些事情说给佩妮听后 佩妮宽慰她不是还有自己在吗 她会以女仆佩妮的身份陪着她到最后 所以还请公主不要再自怨自艾了 有了佩妮的安慰 查尔公主迅速重新振作了起来 打去到毕竟自己那么信任 都把戒指交给你了 你当然要一直陪着我 佩妮看到公主袒露心非的样子 终于放下心来 虽然她刚才承诺要一直陪着她 但从现在开始她要做的事情却很危险 按照约定 佩妮当晚跟着陆来见二王妃 隔职一周后她就回去边境 见边境伯爵 到时候陆会和她同行 佩妮要留在宫中照顾查尔公子 临走前她想知道国王戒指的禁止 顺便问问她们在图书馆做什么 佩妮当然知道瞒是瞒不过的 于是老实交代她们去图书馆调查了 关于雾灵的事 但只字不提公主想要穿越雾灵 破坏戒指一事 只说公主好奇湖水传说 她就提议去雾灵一探虚实 后来她仔细调查 发现那边人即罕至 很适合除掉公主 到时候一旦得手 就能轻松找到戒指了 佩妮滔滔不绝一番谎言都不用操保 女王都没料到她竟然这么努力 但嘀咕到为什么大家都想杀了她呢 她给的任务中明明没有杀人这一行 但只要能达到目的 其他都无所谓了 这个女人为了成为国王 穷极一生寻找传说中的国王戒指 见过戒指的女仆告诉她 国王戒指是个宽边的金戒指 上面镶嵌着绿色的宝石 二王妃得知佩妮已经接触到戒指后 也放心了几分 叮嘱她在自己回来前 将国王戒指拿到手 佩妮早就准备好了假戒指应付 但她不知道二王妃曾见过国王戒指 第一次见到是和国王结婚那天 另一次是在画肖像画的时候 还记得那天看到那枚戒指的时候 王妃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 真是一枚极尽奢华的戒指 她很少和国王见面 即便见了面也对她没什么兴趣 所以之前并没有注意国王的穿着打扮 现在仔细想想才发现国王的手上 一直都戴着戒指 她来到肖像馆查看 果然在国王的画上发现了一枚戒指 只是画像上每戒国王的戒指各不相同 立旁的女仆录猜测是不是陪妮说谎了 她刚刚确认过 开国国王和第二代国王的画像上 都画着相同的戒指 但之后其他国王的戒指都不相同 难道第三位的国王戒指重新打造过吗 这种可能性不大 如果每一任新王继委都重新打造戒指的话 戒指的象征意义就会被减弱 他们也会失去贵族们的信任 所以陆猜想是加层饰品 华丽的戒指都只是障眼法 他们不过是真戒指的保护口 而且既然要放在加层里 都要日日佩戴 国王戒指难道内含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终于大功告成 现在地图也有了 只等公主决定出发时间 想到二王妃一周后出发离开 如果她穿过雾山去边境的话 路上大概要消耗两个星期 因此公主决定半个月后出发 这样等二王妃回宫的时候 他们已经进入雾林了 刚好能完美破坏 这多亏了佩妮提供的王妃形成的效果 让她能提前做准备 现在一切就绪只等时间